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鐵線蟲在溪邊不斷染洞 莫警民眾說大約有二三十公分長 當下趕緊叫小朋友離他遠一點 也不要碰觸到他 他碰頭裡面有時候也有啊 像線一樣 捏的很長 不是在水裡的話 他就會 會纏你的身體 實際回到現場 沒有看到鐵線蟲 不過每天都來擺攤的小販說 經常可以看得到 鐵線蟲 侵襲於河流池塘或者水溝 經常寄生於動物體內 一旦進入人體 都會往腹部喊泌尿系統走 容易引發肚子痛 還有尿痛等症狀 不過頭要治療就可以好轉 通常是因為人體在接觸 這些水體的時候啊 不小心接觸到 或是務實這些生水 才會不小心感染到鐵線蟲 那一般消化道的症狀 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那泌尿道的症狀 就有可能會有一些 泌尿道的不舒服 像血尿啦 或是尿疾這些症狀出現 暑假到了天氣炎熱 不少家長帶著孩子 細水泡冷泉 卻有鐵線蟲爬爬罩 民眾把影片PO上網 也提醒其他人要當心 三連新聞交易 許惠美 新竹同等